2023年,可以说是外星人年,外星人的话题很是吸引人,南美洲的墨西哥国会众议院为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举行了两场听证,第一场在9月12日举行,第二场在11月7日,墨西哥为什么要开这种听证会?两场听证会的最后结论是什么?不明飞行民和外星人都是真的吗?订阅老海说是。 了解奇闻一事,在第二场的听证会上,墨西哥国会众议院几百名议员,花了三个多小时听取了证人的报告,多名支持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存在的专家。 就此进行了陈述,都是哪些专家?我查了一下墨西哥方面公开的信息,主要有,一是,墨西哥记者海梅·莫桑,他被介绍为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研究专家, 二是,墨西哥空中交通管制员赫苏斯·安赫尔·格瓦拉·马德里加尔,他看见过不明飞行物,三是,拉斐尔·阿尔坎赫尔·贝罗卡尔·拉莫斯·吕氏,四是,迪埃雷·莫里斯·皮埃尔·毕鲁·库斯科因·卡里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过外星人甘师,五是,歌手克劳迪奥·亚尔托,关注不明飞行物的资深人士。 六是,罗杰·祖尼加·阿维莱斯·毕鲁·圣路易斯·钢萨加伊卡国立大学大学教授、校长,研究过纳斯卡地区出现的不明生物干尸,另外,还有几位墨西哥的立法者和相关研究人员,阿维莱斯在第二次听证会就名叫玛利亚的外星人作证,称此外星人遗体式女性,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其头骨发育比人类要大,可以肯定她不是拼装或设计的身体,她不是人类物种,有非人类的指纹。 听证会上展示的另外一种非人类生物干尸,是两具小型三指木奶。 他们给起了很友好的名字,一个叫约瑟芬娜,一个叫路易莎·路易莎,据阿维莱斯之前和现在陈述的综合资料,他们的身体上都发现了人类基因,约瑟芬娜的DNA中有33%的人类基因,路易莎的DNA有16%人类基因,对他们的身份,有的称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非洲元,还称在他们的身上还有第三种未知元素。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种人工杂交的三指生物,他的眼睛比人类大40%,头骨更厚,具有其他类似元的特征。 阿维莱斯在陈述中称,约瑟芬娜的牙齿坏了,生前接受过牙科治疗,其干尸的年代在1000多年前,这并不是当时的地球人类可以做到的。 这也成了推断他是外星人的依据之一,依照听证会上证人士这么说,那还真的不是人类,确实是外星人,那么,墨西哥国会认可了吗? 告诉各位,没有认可,也无法认可,这些陈述,听起来像说天书一样,明眼人一看,都认为这是一场外星人骗局。 自说自话,很多网友认为墨西哥人的大脑进水了,实际上,我们理解错了,误会了墨西哥国会,墨西哥人没有那么傻,傻到真假不分的地方,因为墨西哥国会召开听证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定不明飞行物的存在和所展示的所谓外星干尸的真假,那是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做的的事,那么,墨西哥想做什么?为了通过透明度和获取公共信息普通法。 墨西哥是地球上第一个以国会听证会的形式,就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进行辩论的国家,也是人类第一次正视外星人,第一个吃螃蟹,之前美国也曾举办过不明飞行物的相关听证会,但规格没有这么高,也没有这么热闹,听证会的主题是听证不明异常现象条例,希望通过这一条例。 墨西哥国会两次召开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听证会,是根据众议院塞尔吉奥·古铁雷斯·卢纳提出的法案而进行的听证,卢纳是墨西哥政治家、立法者,于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担任众议院议长。 卢纳提出了透明度和获取公共信息普通法提案,目的是增加有关不明异常和外星人这类信息在墨西哥国内的透明度,也就是说出于立法上的需要和公众的知情权才有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听证会的,而不是要证明现在是否有真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只是不想让这些内部消息小到信息。 民间传说,而不是藏着掖着,前后两场听证会都在此框架内,听证会上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人员,强调了在秘鲁给斯卡地区发现的具有人形特征的生物研究的进展。 以及两个新物种的发现情况,纳斯卡外星人出产地的秘鲁,是最早也是最坚决指责这种外星人欺骗行为,早在五年前就曾展开全国性批评这种考古欺骗和文物造假行为,就在第二次听证会结束三个小时后,秘鲁方面就有反应,在听证会上作证。 秘鲁圣路易斯·钢萨加伊卡国立大学大学教授罗杰·祖尼加·阿维莱斯被免去了大学校长职务,阿维莱斯是外星的人坚定支持者,他之前曾反驳质疑者,称我们发现这些非人类生物有大脑和内脏。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会创造一个有内脏的玩偶,这是不可能的,对阿维莱斯被免之一事,离邀他进行外星人研究的墨西哥记者海梅·莫桑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不满,并联合在墨西哥听证会凭证的十一位专家,声援阿维莱斯。 海梅·莫桑也因为外星人一事被警告,这是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但是谁警告他的? 他没有说,质疑外星人干尸的人则称赞秘鲁这一决定,认为阿维莱斯等人在听证会的主张毫无根据,这只是另一个没有实际专业知识的专家,向人们推销一个明显的骗局到目前为上。 墨西哥人称从秘鲁纳斯卡地区已发现了超过20具外星人干尸,比较有名的,除玛利亚、约瑟菲娜、路易莎外还有瓦维塔、阿尔贝托、维多利亚等等,很多认为这是外星人骗局。 连国际众多资深人类学家都是这个观点,认为现代造假的产物明显的理由之一是在玛利亚、约勤芬娜干尸身上都出现了的所谓金属植入物。 阿维莱斯在几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外星人身上的发现,外星人干尸有雌雄两种,相当于人类男女两个性别,玛利亚和约勤芬娜都是女的。 阿维莱斯称,我们称玛利亚为人形生物,因为它不完全是人类,而是具有人类的特征,但没有耳朵、没有头发,而有头皮和非凡的眼睛,眼睛很大,它身高约1.68米。 我们自己没有做过DNA研究,因为它非常昂贵,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被告知关于玛利和这些小生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经过CT扫描和X光检查后,所有关节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些小动物身高大约60厘米,我们称为爬行动物为小生物,因为它们在身体特征和皮肤上都与爬行动物相似,它是一种含有脚蛋白的皮肤,类似于爬行动物的鳞片,可能生活在已经消失的史前时代, 因为它们是卵活体的,所以雌性有卵,这些卵在这些生物的生殖道中发育,在腹部孵化,然后活着出生,它们是卵活体,批评者说,这些鸡蛋是由金属或鹅卵石制成的,我们对其中一具尸体进行了穿刺测试,发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一根小皮下注射针插入其中,并拍摄了X光片,外界所说的外星人怀孕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其体内发现了卵胎, 那些卵胎像鸡蛋一样,不论大小,这些不明干尸的脚合手都是三指,因此称为三指生物,也都有一个异于人类的头颅,与秘鲁南部发现的帕拉卡7异形头骨很像, 约瑟芬娜身高只有60厘米,但其头前额到后脑有12厘米多,从头骨到下颗处有8厘米,现在伊卡大学的研究人员定义它为人形爬行动物, 而不称为外星人,在约秦芬娜身上便发现了金属植物入,令人惊讶的是,刚好在其胸部的乳房位置,或者说乳房里。 就像现代风乳手术中垫入的甲体,路易莎身上也发现了,经冶金行业研究专家分析,金属植入物是铜和锡的合金, 也就是说可能是青铜,进一步研究,金属植物内是长青小板,有两个平行板组成,阿维莱斯称,就像三明治一样,里面有某种垫露, 它的内部图有鹅,鹅的符号是OS呈银白色,致硬而翠,是密度最大的金属,溶点非常高,化学性质稳定,鹅的发现很晚, 在1803年从矿物发现,因为十分稀有,价格昂贵,现代一般用于航天、卫星等高精尖设置上。 阿维莱斯等支持外星人的专家认为,不明生物干尸,距今都在千年以上,鹅在地球上直到1803年才为人所知, 哪个生物可以使用鹅,言下之意,只有外星人,但认为是骗局的观点刚好相反,鹅是近现代才发现, 使用,怎么可能出现的行年前的干尸身上的,还有什么电路,那么,现在墨西哥国会展示的外星人, 到底是什么东东,就在专家争论不下的,有传媒人士将外星人约秦芬娜的照片, 拿给居住在南美洲亚马逊和流域的土著人看,这些土著人,从来不知道什么纳斯卡外星人。 更与外界没有接触过,问他们这是什么,土著人一研究这是Mankunawabu, Mankunawabu是什么,土著人说是一种生活在地下的蚂蚁,是一种大蚂蚁, 亚马逊土著人忌讳这种大蚂蚁,称它非常危险,如果一个人过多地打扰它, 它就会带这个人的灵魂,想要重回找回灵魂,它必须成为一名优秀的萨满巫师, 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普为部落人, 阿帕奇人,纳瓦霍人称泽约瑟芬那是蚂蚁人, 他们还讲了一个部落中流传的说法,上一次地球大灾难期间, 这些蚂蚁人被一颗明亮的星星带到了地球上, 他们藏身地下,为土著人提供几个世纪的庇护, 但蚂蚁人的说法很新鲜,但这个传说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不就是毕鲁纳斯卡外星人的原始剧本吗? 或者说,有人根据这个传说导固出所谓外星人, 最后告诉各位,据说这些所谓外星人是从毕鲁纳斯卡地区的沙漠下面发现的, 所以称为纳斯纸外星人,早在2016年已发现了, 发现者是一伙盗墓者,领头的是名叫马里奥的毕鲁人, 本来希望挖点值钱的随葬品出来的, 结果挖出了三只怪物,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无从查证, 因为毕鲁官方根据被抓住后盗墓者的指认, 在发现地并没有发现可能出土外星人的遗迹, 后来又说是从什么矿中发现的, 反正没有知道真正的产地, 这些外星人到底怎么来的, 也与真的是否有外星人一样, 谜团重重,难以说清, 值得注意的是, 在毕鲁存在一个国际文物走私黑市, 有文物造假的黑历史和劣迹, 这也怀疑怀疑外星人骗局的人们多了一个理由,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